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哟 哟 我声响呀 响不应累 双腿走呀 走应睡 身材随爱 不亢不卑 官位不告明便是非 弯弯曲曲 一条道 走出这人间的重围 人说爱字 不过爱我 一个个传说有自贵 人说写信是精彩 一传传故事她笑歪了嘴 嘻笑浓漫 解文章 全传受流氓 人说写信是精彩 人说写信是精彩 一传传故事她笑歪了嘴 嘻笑浓漫 解文章 全传受流氓 封指挥师 有口前 对人说写信是精彩 娇文章 人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说是一件事 只要你高兴 就是十件百件 我也乐意令你效劳啊 快说 什么事啊 帮我把那该死的李奇杀了 杀李奇 为什么啊 我父母双亲都是被他在这里练兵驱马给踩死的 我们兄妹二人告状无门 就是想报这个钞 这 办不到就算了 松开手 你要不松开 我可就喊了 我还怕你喊吗 这小娘还有两下子 你想白玩儿姑娘 没门 我要是杀了李奇 你又不嫁给我呢 我们黎民百姓 哪能逃得过你冯指挥使的手掌心啊 不过 姑娘我有话在先 李奇不死 我终身不嫁 好吧 我就替你报这个仇 可是这几天 你一定要在这个树下 等我的消息 只等三天 三天过后 你就找不到姑娘我了 那 馋吗 先进贤弟啊 弟妹即将分娩 有关准备 嫂子都做了安排 你看可否 王大人 曹臣和她义父住在府上 给你和嫂夫人添了不少麻烦 我妻子又要分娩 还让嫂夫人操心 我真有点过意不去啊 哎呀 贤弟不必客气 再加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何况 你我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王大人既然这么说 那我就不多言了 那就有劳嫂夫人费心了 最近 最让我耿耿于怀的 就是谋害韩国公李大人的始作俑者 是啊 奸人不被揭露 其奸计就照样得逞 驸马李奇 就是奸人所害的下一个目标 哎 种种迹象表明 决议师徒二人行动诡秘 十分可疑啊 我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抓起来 免得他们再去害人 哎 王大人 你先别冲动 抓人是锦衣卫的差事 我们不可染指 而且决议师徒二人 我只是怀疑而已 还没有抓到他们的真凭实据 那怎么办呢 哎 这是急煞老父爷 王大人 你也先别急 我拆曹真的义父前去向国寺打探 一旦有了证据 我们马上把这两个奸贼交给皇上严惩 那好 谢谢贤弟 咱们得想一个万全之策 对 王大人 要不咱们这样 大明创天下已经二十二年了 古人云五夺天下文安社稷 我大明江山寓意繁荣 大明百姓寓意安康 文质之功朕长继心中 朕今日特别高兴 特赵仲爱卿到这里吟诗作对取乐 大家看如何啊 谢皇上 朕爱卿 这儿有三幅图 一幅是王羲之的字 还有一幅就是月下紫灰图 再有一幅就是虎啸龙吟 朕就以这三幅图为题 请众外爱卿各出议题如何啊 臣等奉旨 不是奉旨 是同乐 朕 虽荣马半生 却酷爱王羲之的字 朕先出以上连如何啊 最爱西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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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臣直言 这谢尽一连中 有一词需要推敲 哦 哪一词啊 皇上 皇上一连中 西之乃出自于名人之名 而谢尽一连中 这白野是何名人之名啊 曹尚书乃保读师书的当朝老臣 晚生虽读书不多 却也知道白野乃是诗先李白的别名 哈 那么谢大人 这个白野出自于何处啊 出自师圣杜甫评李白师 白野诗无敌句 是啊是啊 老父我虽然老乙 但是我并不糊涂 我心里头知道 我只是想让谢大人亲口说出来 以免有糊弄皇上之嫌啊 皇上 此连是为连中尚品啊 皇后娘娘驾到 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平身吧 谢娘娘 皇上 听说你在此吟诗作对 臣妾特地赶来重信 他们都是诗文高手 是当今天下誓死的榜样 你们可以一盏才华呀 谢皇上 嗯 这位可是谢金谢大人 正是 听圣上说你是个奇才呀 微臣 微臣实不敢当 微臣个子矮小 他们平时 都管微臣叫谢矮子 皇上 臣出一上脸 龙不吟 虎不孝 鱼不跃 缠不跳 急上 落头刘海 哎 皇上 微臣回一个下脸 车无轮 马无弯 相无牙 炮无火 活捉威武将军 我还有一脸 听着 眼珠子比孔子 珠子还在孔子上 朱爱卿 江还是老的辣呀 我大明天下 还是在孔子之上啊 皇上 微臣补个下脸 梅先生虚厚生 厚生 厚生更比鲜生长 此连欲以深刻 颇具奖心 真是厚生可畏啊 谢才子虽然个子哀笑 但是才学超群 真是报学之事啊 放松 用力 放松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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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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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 生了 恭喜大人 贺系大人 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成了个大胖小子 好 你在这等着 我去奏兵皇上 启禀皇上 托皇上鸿符 见内已经有喜了 好啊 起来 朕刚听说信进府上喜得贵子 起奏万岁谢进见家 快 选他上来 是 臣谢进见过皇上 好 平慎平慎 谢皇上 好 哈哈哈哈 两位爱卿 年轻聪慧 才却非凡 可朕有一言 两位可听否 请皇上明示 你们二人生同礼年同庚 学同榜世同朝 可否结为亲家呀 回皇上 小儿刚刚刚出生 还小啊 是啊 臣还不知生男生女啊 倘若生女 不就正好对亲了嘛 谢主隆恩 谢主隆恩 起来起来 呵呵呵呵 皇上 恳喜得全子 家人到街上 请来一人弹唱助兴 臣一听 那女艺人唱的是凤阳曲调 哦 生情并茂 唱得好啊 凤阳 那是朕的老家 可惜啊 朕多年没听到香音咯 皇上如果感兴趣的话 臣把那女艺人叫来 让皇上听听如何 好 立刻宣女艺人到羽华园 是 下孩子 你什么时候学和这一手了 名女叩见万岁 好 自作 谢皇上 你会唱凤阳小调 禀万岁 民女会唱当今凤阳人人爱听的劝世文故事 哦 好好好 这是朕家乡的小调啊 就唱这段 民女遵命 好 好 上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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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帝封阳升荒凉 如今帝封阳好疯狂 此重出了朱皇帝 家家乎乎西洋洋 牛羊满婆粮满苍 家山前帝欢心庄 白羊心事长不尽 白羊明见身一庄 封阳有个土家庄 封阳有个穷汉图兴王 图兴王 图兴王 结拜了兄弟一大帮 沙旋蒙是小桃园 出生如四窗四方 尖苦窗也几十年 才法乱进入园场 是天地做兴奉 请将为他守天传 请将是各种遗憾 打断回吐气回响 谁知耗尽不纠缠 到头家宝能流伞 他不敢用 请将无一枪 你的曲子唱得好啊 到后院去领场去吧 谢皇上 谢亲 臣在 一旦敢 继续奉剑寡人 你该当何罪 皇上 威臣不敢呀 威臣老家在江西集水县 刚才卖唱女说了 此曲已在凤阳民间交口传唱 这与威臣有什么关系啊 起遭万岁 边陲来报 铁木尔在边关集结十万兵马 蠢蠢欲动 请万岁定夺 知道了 知道了 起来 谢皇上 谢谢 退下吧 臣告退 把门打开 是 李大将军 这些日子让您受苦了 指挥使冯大人经文李大将军在狱中受虐待 十分其分 他已经将那几个折磨李大将军的狱卒处死 并让小的准备了一桌酒席 由小的代表冯大人向李大将军赔罪 冯大人 叫他过来 我有话 当面跟他说 回李大将军的话 冯大人有公武缠身 此时此刻不能前来 还望大将军海寒呢 我要出去 我要面见父皇 这出去当然可以 小的虽然是当差的 但心里明白 李大将军只要吃了这顿冯大人的谢罪宴 马上就可以自由了 他已经通知临安公主 一个时辰之后 马上前来 亲迎大将军大驾回府 既然给我自由 我此刻就要回府 什么谢罪宴 免了 请大将军恕罪 这个小的做不了主 冯大人交代过小的 要小的一定要伺候好李大将军 他还让我传话给大将军 说他改日一定要到李府 亲自向李大将军谢罪 好 既然姓冯的不能来 就赶紧去准备吧 小的就去准备 不爱奇小强 终日不爱心惶惶 怕怕心地真假查案 更怕情假无一强 思量无毒不丈夫 徒总何必拔全阳 亲家兄弟全面 好 启禀万岁冯指挥使见驾 好 让他进来 是 冯指挥使见驾 万岁赵臣有何面遇 朕问你 现在刑部还关着多少人啊 禀万岁 到昨天为止已关押三十五名 你即刻去把他们放了 就说朕宽容了他们 要他们以后不许乱议朝政 更不准结党营私 臣遵旨 朕以为 驸马李奇 虽犯有欺君蛮上之罪 但念他征脚有功 可不予追究 让他再去边疆 带罪李公去吧 万岁 此人放不得呀 啊 万岁 李奇 他自知父母双世之后 每日在狱中破口大骂 他说 此仇不报 誓不为人 他还说 还说 还说什么 臣不敢直说呀 你跟我说 但是 有 有朝一日 他要将 朱元璋 这个屠驴 不像杀猪一样 开躺 破肚 滚 臣罪该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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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是 滚 立大将军 您请吧 本将军 谢谢你了 小的不敢 小的不敢 小的是说 小的身份低贱 只是个当差的 不配与大将军把斩 小的是冯大人的手下 只能替冯大人办事 不能随便替冯大人应酬 大将军还是你自贞自饮吧 那好吧 给本将军满上 小的遵命 慢 李大将军请慢 李大将军 先把酒放下 老夫有几句话要和你说 王大人 深夜探监 不知有何指教啊 小的不知王大人前来监房 又是远迎 小的给王大人请安 免了免了 在这戒备森严的牢房 被追桌韭菜 确实为何 请 一或是皇上动了侧饮之心 一或是冯指挥使 发了善心吧 这是冯指挥使 替我摆的送行酒 好啊 去家出狱 的确值得庆贺一番 老夫高兴陪你喝一杯 买上 好 是 王大人 刚才你说有话要对我说 对 李大将军 你这次能平安出狱 多亏了八方神灵的保佑啊 嗯 李大将军的家父刚刚作骨 李大将军 你该拜计才对啊 这第一杯酒 咱们先进天地神灵 和韩国公李大人 如何 好 这酒有毒 这酒有毒 哇 饶小的一命 饶小的一命 说 到底是谁指使你干的 好大的狗胆 敢对驸马爷下手 说 你干什么 你吃饶小的一命 你吃饶小的一癟 杀草 没有 大不过万岁的龙皮养息 你快走吧 就是把我脑袋杀了 我也有要事要见皇上了 不行 我绝对是有要事 杀了我也得见 谁在此宣闹 臣谢晋有要事禀告皇上 奴才该死 未能制止谢晋无理取闹 宣他进来 臣谢晋罪该万死 可此事事关社稷的安危 好 起来吧 谢皇上 你到底有何事 请皇上过目 心想替德龙心骄 国公赐子朝廷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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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 我是 最后 你好 其实 我 疼 origins 至你 皇上 臣回京之后 就觉得骑师和决议有所不对 值得怀疑 在那没有真凭实据 不敢善奏 于是便派老一人在相国寺附近观察 昨日傍晚时分 发现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 谢天谢地 总算大功告成了 成了 果真成了 圣旨已下 绝无更改 先别闹 还有大事没做 还有什么大事 你赶快写好城邦 今晚就放在城荒庙的香炉下 明早自然会有人取走 代理器人头落地 好消息 就自然会飞到天边 好 我即刻就行 来人 奴才在 你赶快带人去相国寺 请决议大师师徒二人前来见朕 切记 不可粗蛮无力 遵旨 皇上 决议师徒二人用心险恶 李吉将军现在还身陷死牢 还请皇上明断 这需待决议大师前来对政明白 方可处理 决议诡计多端 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陷害中粮 清除禁犯中原的障碍 这个 朕以下旨 比起五十三刻问斩 这时间上早 还有时间 可以弄清楚事实真相 再说了 也不能单凭你的口述和几个字 就让朕轻易地收回成命啊 皇上 据微臣的观察 冯指挥使与假冒的小和尚关系甚密 万一冯指挥使要提前行刑怎么办 皇上 您要斟酌啊 借尽的借尽 你是不是 想的太多了 皇上 微臣不能不多想啊 人的脑袋不像割韭菜 割了还能再长 那可是人命关天啊 皇上 微臣左思右想 可全是为了大明的江山啊 谢监 你是好一张利嘴啊 谢监 朕可有缘在先 日前你借取奉剑寡人 朕没有加罪于你 这回你又要想耍什么鬼把戏 朕现决一大师 朕可是刀下无情 朕知道了 朕 这个 我这还有吧 我这还有 好 好 好 上轮 好 走 满岁 满岁 军义师徒已经逃逆无踪了 快去找 全城找 慢点 皇上 城内肯定找不到 不如去江边勤拿 对 江边去找 皇上 还有李七将军呢 还有啊 传证口语 免李七死罪 快快去 快去找啊 快去 皇上 李七将军 该上路了 狗奴才 巫师未到 你为何提前杀我 李七将军 李七将军 我说几时 就几时 狗奴才 武师未到啊 狗奴才 武师未到 武师未到 行 武师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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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家 请你拔稳点 我们是北方人 不知水性了 好好好 我会稳一点 你坐稳了 坐稳了 坐稳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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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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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回吐五门 立即带走 是 起 起 起 走 走 走 快走 走 走 皇上 君叫臣死 臣不得不死 能为皇上分忧 这是我们做臣子的本分 皇上 大可不必自责 您要保重龙体呀 不过 不过 毕竟是由于朕一时疏忽 而造成了冲鸣之县里存异 全家身受益处 韩国公李擅长夫妇 以死效忠啊 皇上 皇上 乱臣贼子 人人得而诛之 总而言之 他们是有罪以为的 可是 李存毅罪不当斩 李擅长夫妇 根本就没有罪啊 皇上 以微臣之见 这李存毅 不仅该斩 而且他是罪该万死 您想啊 他窝藏反贼 胡为庸的孙子 这 这他是有目的的呀 至于说 韩国公李擅长夫妇之死 皇上 他们乃是暴病身亡 和您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对呀 这也对呀 李存毅是窝藏逆贼 最不容赦 这李擅长夫妇 是突然禀故 是与朕没有任何关系啊 不过 大臣们会不会 与我爱卿一样的想法啊 他们会不会私底下议论呢 啊 不会 绝对不会 皇上 您断是英明恩威病重 深受大明朝上下臣民的爱戴 再说您是真龙天子 整肃朝纲 乃是上和天意 下顺民心之事啊 这凡夫俗子们 岂能对您随便的品头论足呢 启离万岁 韩国公李大人夫妇今日出殡 不知万岁 战区 大明王朝鸿武二十三年冬月即日 不孝男李琪 不孝习朱氏 于佳济临堂前叩记禁故先考先比约 李公擅长得高众望 慈母告命温书贤良 不幸病逝举国哀伤 万岁清记朝野昭彰 风范永存万事流芳 无呼哀哀伞 上响 万岁清记 此投已 本相程 十五五五五五六六五九五六七八百七六七八百八합 尊当生日 谢过谢学士 微臣应该的不必演谢 王大人 王大人 进一步说话 王大人 皇上下旨将决议与公妃处决了 事情来得突然 没来得及把公妃的口供录下来 冯指挥使和外帝勾结的罪证 恐怕死无对证了 这个冯指挥使是个危险人物 可他现在却是皇上身边的红人 不得不防啊 我们还得想办法 尽早将他绳之一网 奸在不出始终是祸啊 我们从长计议 我还得去那边张楼 回头再议 好 好 我还得去那边张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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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刘晓打不 dare 我还得去那边张楼 冬天里醉寂寥 谁知夏日也难熬 莫名躁动 莫名烦恼 赋予这潺潺水流氧 继续缠绵 多少情潮 就去回肠千辛烧 莫名躁动 莫名烦恼 赋予这潺潺水流氧 继续缠绵 多少情潮 就去回肠千辛烧 莫名躁动 莫名烦恼 赋予这潺潺水流氧 继续缠绵 多少情潮 就去回肠千辛烧 千辛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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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这玩意儿 真能给孩儿弄得献保状元当当啊 皇上惊口欲言 岂能有假呀 放肆 你欺君之罪 余我何干 把叛贼胡为庸和他的叛军全部诛杀了 孙儿听说错杀了很多好人 各州府立即停止玄宝 凡借玄宝之名 鱼肉百姓中宝私囊者 言成不代 我 我 你 我